音樂 音樂 我覺得可以一邊洗頭 一邊在台南是遊車合上台南 然後去自己想要去的理容院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我請我的那個藝術家朋友 他叫吳偉宏 然後來設計這台車 那他問我說這台車需要給人家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剛剛說我要一件事就好 就是高高在上 像君主出巡一樣的感覺 那後來藝術家告訴我說 他想要做半邊臉的洗頭車 所謂半邊臉就是 他只有一半是屋子的造型 另外一半是空的 考量的是因為畢竟洗頭 他還是會變得有點亂亂的 所以被人家看到會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把那個 靠車道那一邊做成小霧造型 一方面就是可以隔絕 車道那邊比較吵雜的噪音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他就留了一個小窗子 所以讓人有一種安全感 可以躲在窗後面看外面的風景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害羞 感受不錯 在上面看風景也很好看 又喜歡另外一個享受 我覺得連生魚大享受就像這樣 很好 謝謝你們 我是曾靜淳 我是台南華谷理容院的第二代 我想把台灣有趣的理容院文化 要推廣到全世界 理容院的服務其實很多元 他除了一般大家認識的剪頭髮以外 還有修臉 拍耳朵 做臉 按摩 而且以前的理容院 甚至還有幫你治紅龍痛 跟洗眼睛的服務 2015年剛回來家裡幫忙的時候 有一天經過那個 明泉路的美娜是理髮廳 然後他的招牌跟門面很復古 就進去採訪 然後沒想到阿公就給我了另外五家 跟他一樣的老理髮廳 所以就此展開了我的採訪之路 美娜式理髮廳有長得像章魚的老熱水器 圍裙理髮廳有同座的老理髮液 而且旁邊有轉盤可以調整理髮液的高度 那個上一個洞 等一下 等我出去 像在採訪的時候就發現 臺灣的理髮廳有很多很可愛的地方 例如像大平洋理髮廳有躲在那個 梳妝台裡面的洗髮槽 臺灣理髮廳則是有經營同組的陶爾棒 一次可以享受四種材質 更特別的是他還會把他收起來的老理髮工具 做成人的雕像 華古理髮廳有一場華麗的老裝潢 也是全台南唯一有全身按摩的理髮院 歡迎大家來台南旅行的時候 也可以來理髮院體驗一下